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卡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個是彈射世界WordFlipper 那今天來做一下星島石的攻略 那怎麼樣快速的去賺取星島石 怎麼樣快速的累積星島石 還有什麼方式可以拿到星島石 那旭哥在這一集都會很詳細的就是 替大家做這個攻略 那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隨便觀看 彈射世界的轉蛋冒險攻略 那我們來講一下 昨天有講怎麼刷首抽嘛對不對 那刷首抽的時候呢就是 當然信箱那個 就是星島石會去領嘛 領了之後你就可以利用那個來刷首抽 昨天講的是像T0 T1的角色啊 像你有刷到什麼 費龍啊或是一些好的角色你就可以開局 所以你前面可以拿到這個是2500左右 1500再加這個1000嘛 還有這個10個體力藥水 這應該是大家都可以拿到的嘛 然後再來呢你綁定帳號呢 官方還會再給你這個1500個星島石 就是你綁定這個橘子的帳號 所以你總共可以拿到4000個星島石 就是透過這個開服加上綁定的這個動作 那怎麼綁定呢在右下找這個選單 右下找這個選單呢 那就是你刷完首抽 你可以看昨天那一集 T0 T1就是旭哥會分享在我的置頂留言 你也可以從那邊點 就是或是在旭哥手遊攻略裡面有 刷T0 T1然後怎麼樣去刷首抽 那那一集都有講很詳細 等你刷完首抽之後你可以進行帳號綁定 綁定的話你需要一個這個橘子的官方帳號 那這個官方帳號呢就是你要去特別設定 那有點小小的麻煩 那旭哥設定完之後就可以綁定 那綁定完之後他就會給你1500個星島石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綁定也是替你就是有個保險 怕你之後帳號遺失或是什麼的麻煩 那或是你刪掉之後那個帳號不見或什麼的 那綁定其實是對你有保障 而且你還可以拿1500個星島石 所以等你刷到不錯的帳號你就可以進去綁定這樣 然後你還有一些方式呢 比如說是透過這個主線 比如說你打一些主線的這個活動就可以拿到星島石 比如說你看故事啊或是什麼 比如說打這個主線 就是 那現在都可以開Auto啦 所以其實蠻方便的 這個也是一個拿星島石的吧 打一關就可以拿一次這樣 就是還沒破的話 那現在其實可以開Auto 所以在左上左上角這邊有Auto的選項 你就把它打開這邊 這個可以選嘛 你就開Auto就好 那就可以 所以其實蠻養生的啊 比旭哥想像中還養生的 這個彈射系的這個手遊其實 還蠻輕鬆的 你只要想要養生玩是可以 因為旭哥玩遊戲喜歡養生玩啊 就是有時候不想要太累 有時候太忙啊 工作上或什麼的太忙的話 很多事情要忙的話 那其實 其實開Auto他也是刷的蠻快的 也不會比較慢 有些人可能比較手慘的話 那你可以開Auto就好 所以他Auto還玩得比你好 那 那你很厲害的話當然就是手動流 那就是 但是虛哥有時候是真的是 比較懶啊 或是什麼去上個廁所啊 去喝個水啊 你就開Auto 那這個就可以幫你 打完然後就可以拿星島石 其實很快啦 看一下就打完了 這個就主線 那這邊呢 打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拿到星島石了 這是一個方式 主線還有主線的劇情 主線的關卡都可以拿到 這是一個蠻基本拿到星島石 應該所有遊戲都差不多啦 應該所有遊戲都差不多啦 然後還可以就是 有時候拿到獎勵 像右上角這個獎勵 你也可以再拿到額外的星島石這樣 透過獎勵 的方式 好 這是一個方式 接下來呢 在角色這邊呢 你可以就是 去 比如說這個 解鎖這個 他的星盤 比如說 先點一個想要解鎖 好 解鎖這個嘛 解放之後呢 當你解放之後他就可以看故事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去這邊看故事 看故事之後就可以 拿到這個星島石也是不錯 你可以一邊了解這個遊戲的背景 然後一邊拿到星島石這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也是很棒的設計 這種日系的手遊有時候就是這樣比較難 他會加入自己的故事性 你可以看一下故事這樣 這個少女應該就女主吧 十代拉 這個就是你看完這個故事的 你也可以拿星島石這樣 所以目前就是 這幾種方式 然後還有就是 像綁定啊什麼 那些都是可以拿到不錯的 那因為你抽到很多角色嘛 所以你每個都可以去開啟 然後就可以拿星島石 這個就是 然後你看他完成故事 還會有一些獎益 這個也可以拿到星島石 就是你有時候達成一些任務獎益的時候 像這個 他會有一些條件 就是說你必須要怎麼樣才可以解開這個 那像這個 也可以看其他人的故事 這邊也可以去拿到星島石 所以 所以 所以你有很多角色的話 當然就是 每個角色看一看就可以拿到很多星島石 那你假如不想看你也可以就是直接skip掉 比如說我看這個 我就直接把它skip 我就直接拿一拿這樣 可能等之後想看的時候再來看就好 大致上就是 有這些方式這樣 我現在很怕他就是 跑出什麼5.36這種數字 這個 這也算是不錯的女角 這也算是不錯的女角 那我把它skip掉好了 反正之後自己要看再看就好 這邊就可以拿到星島石這樣 就是透過一些故事啊這種方式 因為很多啦 因為我這邊我只顯示就是5 5星嘛 5星4星 那我全部顯示的話 這邊有這麼多 所以你可以每個都看完 很認真的把它看完 應該可以拿到多少星島石 就透過這個方式 這麼多啊 你可以慢慢看 那個故事 你可以去了解他們的故事 也不錯 好那這是一個方式 再來就是像打活動 左下角這裡活動的話 就是每天都可以打 打就可以 也可以拿到就是一些就是星島石 比如說我就是要打這個活動的話 就可以拿到星島石 可以刷一些就是道具這樣 左下角這個活動也是有空的話也可以來刷一刷 可以刷到一些不錯的道具素材之類的 然後練練角色啊什麼的 而且還可以賺點星島石 那也是一樣開Auto 其實前面應該是蠻簡單的啦 這次都開Auto 反正你前面主線打到 打到打個幾關應該就是可以開Auto 他剛才是出現什麼事 好那 因為伺服器維修 所以今天就錄到這邊 反正就是透過這幾種方式呢 就可以拿到星島石 因為我也講的差不多啦 就是這些主線 那我們剛剛又見證了就是伺服器 又再度了就是 維修 好吧那 今天這集就錄到這邊啦 反正也講 講的差不多 都講完了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